開學囉!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 大腦開始運作囉! 但老師、課程和早起 卻是各種大挑戰啊! 所以我要教你如何敏捷思維和一些手工藝 讓校園生活更輕鬆! 忘了準備代數考試嗎? 把橡皮從中切開,但別將刀片穿過 從另一邊切出一小塊橡皮 當你切好了,將它平放並打開 拿膠水,將兩邊塗一塗 在一小張紙上,寫下考試須的算式 把它黏上橡皮 當膠乾了,把它合起 聽說你有賣橡皮? 副糖鬼情 左邊是代數,右邊是微積分 哪裡要的那一個? 快點選好 好啦! 快離開! 好啦,考試時間了 但不像其他人 那些女孩在袖子裡 或橡皮裡準備好答案囉 天啊,這些問題真難 幸好他們有備而來 喔耶,我們有這個 哇,你竟然把公式寫進一小張紙裡 Amy寫起來輕鬆簡單 小心LiLi,老師就在那兒 時間到,交回考卷,女孩 不用等發回考卷,我們知道一定滿分的 耶! 今天的計劃是啥呢? 喔不,為什麼裡面是濕打? 喔,似乎你某支筆的墨水外露 留得到處都是Amy 呃,真噁對吧? 或許東西還沒全毀 是的,這表情肯定是有什麼點子 想幫你的筆們上底顏色嗎? 容器裡裝滿水,加入喜歡的指甲油 把指甲油倒入水中 開始之後,你可以加入更多顏色 隨意到就好 接著,將你的鉛筆緩慢地進入這個液體中 再以同樣的方法取出 重複幾次都行 也可以嘗試不同顏色 哇,你在哪買到這麼酷的鉛筆啊? 想用用看嗎? 切了,Amy 點食成金的好方法耶,女孩 哇,Lily 但願你打電動時有系好安全帶 嘿,我的書 天啊,找不到剛讀到哪了 謝謝喔,Lily 喔,感到愧疚嗎,Lily 呃,有個方法可以補償它喔 只需要一枚回紋針 拿一個這樣的回紋針,將尾端向內翻 看到它變成像這樣的X了嗎? 當折好一個後,也可以用這方法折不同顏色回紋針 喔,真可愛 嘿,Amy,你瞧 這就會找到讀到哪了 喔,就像個小愛心 耶,逃過一節咯 我也幫自己做了一些呢 噓,Lily 啊? Kevin 塗了紅指甲 我得來瞧瞧 啊,我最好在老師發現前把這東西收好 啊? 嗯 噓,喔,不 大家會看到我的小紙條 這不是真的 這是什麼呢 小紙條嗎 我們來讀讀吧 嗯,老師的髮型很好笑 哼,你也試試熬夜改作業 看你隔天造型會怎樣 我這麼多紙條他竟然讀到那張 你也隨身帶著敏感內容嗎 拿本筆記本並撿一些一半大的紙 拿口紅膠沿著邊邊塗 將紙翻面並黏在筆記本的下半部 用手指壓壓確保黏好 做好之後拿些裝飾膠帶 設計下想要的外觀 我們拿愛心的紙膠帶裝飾在上面 別忘了樹立好邊邊角角喔 哇 瞧瞧這個手工筆記本 欸 艾米 可以給我一本嗎 現在不用擔心秘密會不小心出來囉 暫停下課程 艾米要吹出巨型泡泡囉 啊 誤會一場 喔不 老師來了 介意我看一下你的筆記嗎 艾米 哇 瞧瞧你的筆記有多髒亂 怎麼弄成這樣啊 真丟臉 你的筆記呢 莉莉 怎麼 它就像你一樣完美 是不 就像往常一樣滿分喔 嘿 你是怎麼把筆記本弄得乾淨呢 看來我們有美麗旨意小撇步喔 介意教教我們媽Lily 可以自製紙張保護套 只要將方形紙拿在手中 邊角對齊像這樣折好 折好後 取一邊的角向頂端的角折 另一邊也以同樣方式折好 當你折出折痕後 打開紙張 將頂角向下方折並壓好 將兩邊的角折入你折出的三角形中 確保邊角盡可能地折進去 將紙張的上下顛倒過來 讓折起的那方離你較遠 再折起來的第一角 畫出一個帶有睫毛的閉眼圖 用不同的顏色的紙做出流酥 黏在折起來的那邊 加上一個角 你就有獨角獸囉 這樣就可以避免書頁和文件的邊角捲起來囉 超可愛 謝謝這個小撇步 Lily 終於是今天的最後一堂課了 好了 來準備下 這些我通通會需要 天啊 我就知道會這樣 喔 不 Amy來了 欸 小心啊 女孩 喔 老天 她摔倒了 天啊 你在幹嘛 準備謀殺嗎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 沒關係啦 其實我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喔 手邊有空瓶子嗎 拿美工刀在瓶頸下方切開 手小心點喔 接著取一段拉鍊 拉開約一半 在一邊的布料條上塗上熱溶膠 千萬小心 便黏到手指喔 在它乾掉之前 將黏有熱溶膠的布料沿著瓶子內貼好 將你的筆和文具裝入這零食籤筆盒 這些文具實在安全又整齊囉 需要借這馬克筆嗎 Lily 喔 你真好 謝啦 當你可以在家自製這個可愛的籤筆盒時 何必在店裡買這麼貴的呢 想看更多超棒校園小撇步嗎 記得和你的朋友及同學們分享一下喔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的超棒妙技和小訣竅囉 我們下次見